这次是 击穿先生 石井先生恐怕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得到消息 石井先生参与中国帮派活兵 在佟老板府上 和四大帮派的头领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这是谁干的 我们正在调查 目前还不知道谁是凶手 到仙尝时没有见到其他人 佟老板受到惊吓 也窩闯不齐了 还有什么 美侄子小姐也死了 不认识 报告 那个证案是怎么搞的 他们是日本侨民 你对我得有个招待 姬川 我跟你说过 要约束好自己的侨民 但你说 那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与日本当局无关 瞧打死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们走着瞧 他让他请听 世境这个混蛋 我们不知道这么痛迷 有四大帮派的帮助 怎么会全军覆 gamma 那少佐 我们要不要回山保司令部 山保司令部怎么说 就说我们安插在帮会的人 全都死了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 他说的要往都做的一样